不管是协助排队民众领取快筛试剂 还是耐心接听电话回答民众疑问 打电脑上传资料及补发确诊单聚格单 新冠疫情后爆量的工作与加班 已经成为金融市仁爱卫生所人员的日常 雪上加霜的是还有多位同仁确诊 让整个卫生所能力短缺负担更加重 现在变成是我们同一个单位里面等于有四个确诊 所以那一段期间我们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就是每天快筛 我不希望我们自己同仁再有确诊 所以我们每次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防护做好 把自己的身体固好才能够应付后面的量 因为量还是每天一直在 今天的做不完明天新的又灌进来 所以我们每天做维护做不完 电话根本就没有办法 每一通电话一接起码十分钟以上 因为每一个民众有不一样的问题跟状况 其中一位业务承办人员结婚多年 今年初好不容易怀孕 却因为疫情造成的工作压力险些流产 让护理长董佩奇感到不舍 因为他结婚多年了 然后为了要生小孩 所以他做了人工受孕 然后这个过程非常艰辛 长达好几年好几次 所以今年终于成功了 所以在月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 四月份他怀孕了 可是碰到这个业务 碰到这个疫情的状况 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 不眠不休的在上班 所以在这个初期努力的工作 可是他还是不幸的 有一些出血的状况 也有可能会导致流产 所以我们大家非常的不舍 他目前也到医院住院安胎 不只工作压力大 无法兼顾家庭 照顾自己的小孩 更让这一群公卫护理人员感到心酸 就是学校停课 然后他们知道父母亲都是医护人员 跟是在卫生所单位 他们也怕我们接触很多确诊的 有些的我们的小孩子 根本都没有办法有去安置的地方 然后加上我们假日要上班 小孩子也是能送来这边 与跟确诊者这样子碰面 对啊 其实对 因为难道我们的小孩子就 就不是跟一般的小孩子 要正常生活吗 不过家人的支持 是卫生所人员最大的支柱 也不后悔走上护理师这条路 只希望民众能以同理心理解 卫生所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怎么去安慰自己 就晚上孩子多抱两下 多亲个两下 其实就还好 其实孩子跟家庭都是给我蛮大的支持 还有我的爸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跟鼓励 今天要自己快筛 持续的工作 我们没有在家里居隔 我们没有隔离 所以我们居隔身份也是一样在卫生所做服务 所以请大家能够也将心比心 让我们能够 以我们仅有的能力能够服务大家 因此在国际护理节 金融市长牛昌特别前来 卫绕站在第一线的卫生所同仁 感谢同仁有爱心高EQ 如天使般的坚守岗位守护市民健康 虽然在疫情期间很多民众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抱怨 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情绪 不过我们医护人员都非常的有爱心 也非常的有EQ 所以把这些压力呢 其实都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吞 他们其实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 这个门虽然关起来 但是他们还在办公室里面继续辛苦的一个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视频朋友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再次的希望大家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加油跟鼓励 也让他们更有力气为大家来服务 牛昌表示疫情高峰还没有到 现在更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也呼吁民众能多多支持体谅 做医护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平安度过这一波疫情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